现在许多手持智慧型手机的民众 为了要玩游戏都会一窝蜂的抢玩 现在更因为宝可梦这款软体 必须到现场道馆抓宝 纷纷让民众愿意的走上街头 日前因末南地台风摧毁的台东富岗渔港 就在晚间 游戏公司释出了在防波堤有宝可让民众抓 造成了一群人强行闯越封锁线进到里头去 出现人挤人的现象相当的危险 为什么没有抓到 他那边封锁不能进去 还行 封锁不可以按进去了 OK 好好 封住了 抓不到 抓不到不用去了 他出现在哪个地方 封锁线再过去抓不到 在海里面 应该在海里面 刚刚就是我们多次以哨音还有警示的方式 提醒民众不要越过这个危险区域的封锁线 但是民众为了疑似玩宝可梦 然后县政府的公告事项去做采访 看到此景象 海巡人员纷纷地赶往现场 与民众一一沟通 说明台风虽然已经离开台湾 时逢东北季风来临 海边风浪仍属于偏大 还有继上市的木兰地台风 导致了防波堤遭到冲毁带修复 真的是非常的危险 务必请民众不要拿自身的生命开玩笑 东台新闻综合报道